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塔克拉玛干位于中国新疆 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 在它西边是人烟稀少的帕米尔高原 而在这两处人际罕至的荒原地带之间 有一处绿洲却已经传承千年 这就是喀什 现在的喀什早已高楼林立 但在城市的中心保存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 那就是喀什古城 喀什有个自己的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让人慢下来的一种 对于金融这一家网红咖啡馆的麦尔丹而言 如何装修自己的二楼 是他最近思考最多的问题 一楼开咖啡 二楼开茶馆 这样的想法已经产生 每当有空闲的时候 麦尔丹都会来到二楼装修 窗户的框子 我把它进行了一次打磨 想把它搞成一个画框 以前最早的时候 家里面的那种炉子和烟筒的造型 几百年前的那种 这种纯木头做的这种栅栏 我可以在这种里面 我在那里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吧 就在逛这个老城当中就看到这儿 然后后面就开始疯狂的想 这种东西很棒 你怎么会跳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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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墙呀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在弄 2008年 政府开始了喀什老城改造工程项目 对于麦尔丹而言 他希望二楼的装修 就和改造后的喀什古城一样 在保存历史风貌的同时 让来到这里的人们 感受到这里的习俗还在 温情还在 找不到的感觉 就把整个想法推翻 从来 就这样子导致的 我的工期就一直 有一些东西你可能 你不留着 他就不在了 不在了 你可能就没有东西去可说 在老城里面 你看小孩透露出来 眼神里面 透露出来那种单车 和老人的那种状态 会让你很舒服 会让你很舒服 太美了 我感觉我们到现在 市民还是在消化 还是在消化这以前 他们当时的一些东西 在喀什古城里 有一家百年老茶馆 茶馆里 人们吃囊品茶 唠到家常里短 谈论八卦天下事 自古以来 这里一直沿用着 这种古老的方式 传播信息 茶馆我感觉 从以前的 搞成里面 每个街巷 都是一个茶馆 到现在 可能消失 就是那几家 把这种记忆 再从心里来拾起 最后就想到 搞成茶馆 我现在在做 我们自己独创的一个 喀什卡咖啡 咱们店的一个招牌吧 招牌咖啡 世界飞速向前 就连茶馀饭后的休闲之所 都在不断改变 咖啡馆受到人们的欢迎 使迈尔丹变得自信 坚定了他 将二楼装修成 老喀什风格茶馆的决心 对 就是喀什卡尔的味道 喀什卡尔是一种重要的地方 有些人靠完后 感觉有点烈 但是有些人就感觉 口感不错 欢迎大家来到我这角度 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喀什 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 这座古城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这座古城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茶馆我感觉从以前的老城里面每个街巷都是一个茶馆 把这种记忆再重新给他拾起来 他有一种力量在里面 让你就畅扬在这个老城里面 你就感觉时间就慢慢慢慢下来 看着那些老人 看着那些匠人 看着那些匠人 就很安详地再去打摩一种东西 这就是我的时间那种概念 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 来往于此的山谷游客络绎不绝 这里不但包罗万象 而且开放热情 这是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古老特性 和这条古道一样川流不息 那是你一去漫飞 那是你温柔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